蘋果官網上罕見發布新聞稿談產能 首度證實疫情暫時影響中國鎮州廠的 iPhone14 Pro及Pro Max 目前產能大幅降低預計 在11月下旬恢復蠻載 鴻海的富士康鎮州廠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代工廠擁有上千名的員工 蘋果下修出貨展望 有研究機構更預估 第四季iPhone的出貨量恐下修 兩百萬到三百萬支 鴻海富士康鎮州廠公告 將啟動招工每小時的工資人民幣 三十元台幣約一百三十三元 老員工返廠給大紅包 關愛補貼人民幣五百元 台幣約兩千多元 鴻海十月營收出爐 達到七千七百六十六億元 創下歷年同期新高 儘管財報報喜 鴻海卻預告鎮州廠的部分營運 將下調第四季展望 鴻海也強調地方政府 已經明確表示 全力支持以最快速度 撲滅疫情恢復產能 專家指出蘋果未來將把產能積極分散到越南和印度 根據外媒報導 今年九月鴻海富士康已經在運度生產 iPhone14 核碩也成為第二家的代工廠 這回鴻海鎮州廠敲響景中 蘋果生產策略轉變得快碼加編 有效分散供應鏈風險 先例新聞 超成李文科綜合報導 有效分散供應鏈風險 有效分散供應鏈風險